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这两种动物刚好是玄天上帝脚下的坐骑 因此他们的出现 信徒们认为是吉祥的象征 也是庙运兴旺的前兆 历史悠久的这间古庙 居然到每年每一段固定的时间 就有这个蛇跟龟也去朝拜 但是有一些信众说 奇怪为什么龟可以爬过那个门槛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这些庙 拜的都是这个玄天上帝 那玄天上帝我们知道呢 他左边呢 左脚踩着龟 右脚踩着蛇 所以只要是拜玄天上帝 既这个为主神的一些庙里头啊 他们都常常会传出一些神迹 而且往往都是在三月初三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玄天上帝圣诞的时候呢 这蛇龟就会出现了 就出现了 请朝而出了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民俗信仰的角度来看 那的确是蛮神奇的 很多人信奉的主神就是玄天上帝 但是不知道他的典故 因为传说很多有人说他以前是屠夫 那其实我先讲一个是正史的记载 就我们先不讲原始 正史的记载就是在隋阳帝的时候 这个玄天上帝呢 他其实就是我们太上老君 第82次变身投胎的 那当时他投胎在这个靖乐国 有个国家叫靖乐国的国王 叫善慎 善慎这个国王 皇后太太呢就生了一个小孩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投胎转世代 所以他是王子 对对对就是玄天上帝 那这个就是只爱 他是只爱信教 不爱江山就对了啦 人家是只爱美人 他是只爱信教 他就跑到武当山去修行 修行得道啦 后来呢上天就奉他为这个 所谓的玄天上帝 那从隋完毕之后一直到了宋朝 那宋朝其实对于这个祭祀他 对于信奉他 就非常的已经是鼎盛的时候 可是我们知道宋朝一个皇帝啊 他叫赵玄郎 有个玄字嘛 欸不好嘛 你看玄天上帝 我们有皇帝叫玄 就是为了毕这个字 所以就改成真武 就不是玄天上帝 就改成真武 真武神 但是也有人叫他玄武神 为什么 因为上天是让这个玄天上帝去掌管 北方的星宿 星宿啦 北斗七星 那我们知道呢 北方就是玄 是 那为什么会有武这个字的由来 因为我们知道 北斗七星看起来就像龟啊 乌龟 像一只乌龟 又有点像一个蛇 是不是 那龟跟蛇呢是有灵的 有灵爪在身上 对 所以就叫武 所以有人叫他玄武神嘛 那盘盘刚刚是不是有讲到说 不是还有屠夫吗 对 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是野史吗 这是野史 但这个野史的典故有意思 因为明朝信奉这个所谓的玄天上帝 信奉香火鼎盛的要命 民间我这样讲 那时候真是明阳两经十三省 而且呢两百年来如一日 可是各位知道明朝完毕是什么朝 清朝 清朝一直都是很怕反清复明的势力再现 那明间又这么信奉玄天上帝 所以清朝就假装 一样也很信奉这个所谓的玄天上帝 可是其实暗地里呢就做了一些下山烂的手段 就找人去毁棒全天上帝 怎么毁棒 怎么毁棒 就说呢 作恶多端的屠夫 说他是个作恶多端的屠夫 那有一天呢他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上山去了 在上山的过程遇到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是刚分娩生出来的 所以当然还会有一些血吧 那个妇人就说哎呀拜托啊 这位先生可不可以帮我婴儿洗一洗 他想说我都要放下屠刀了 这种盲怎么会不帮呢 就带他去洗 结果没想到一洗的时候呢 那个河水啊就变黑了 他想我罪孽有这么深重吗 怎么会让河水都变黑呢 他说完了我真的罪孽太深重了 所以就拿刀 铁腹自杀 也不是自杀 把他要 把他的内脏拿出来 对 把内脏 洗心革面真的把心脏取出来 对 然后就丢到河里去 想说这样子够了吧 我这样够不够啊 就这个时候刚刚那个 这个很瞎 很瞎 人还活着还可以拿出来洗就对 你说清朝很瞎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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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这个妇人就在这一瞬间呢 突然就变成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度化她 所以呢这个屠夫呢 就变学天上帝了 好 可是那个肠 那个胃啊 到哪里去了 就变成 因为带有坏因子 坏分子嘛 坏的基因嘛 就变龟蛇 他的内脏变成龟蛇 龟蛇 心脏很像龟啊 是 那这个人 已经好不容易升天了 肠子就是蛇啊 对 好不容易升天了 对不对 现在又要下地了 为什么要把他自己造成灭 给弄好 给解除掉 所以他才是斩妖除魔的神嘛 那他为了要来收服这个 那个胃变成的龟 肠变成的蛇 他总要有宝剑吧 偷了铝冰的载妖剑 串起来了吗 好 现在跑步补充到底有多么 刚才中伯讲 就是说 他诞生在金克国的时候 他妈妈生出的时候 是从 鸽子窝吗 从鸽子窝生下来 也就是说跟耶稣生出来很像 这真的是神话 不过这是在道书里面的神话 当然就是传统里面 民间里面有很多 对神当然有很多神话 对 那全天上帝最多 每个朝代几乎 每个皇帝上来 一定要先封他 先要理他 因为在古代 全天上帝是在四个帝王中 帝王中在管帝王的老大 所以他是上帝 所以他管桥的范围很大 还掌管所有的神明是不是 对 四边的帝王都是他管的 所以当然当皇帝一想 这个人在上面都管了 四个天王都他管了 他是四天王的老大 那我是人间的皇帝 那我不理他 我一上来就要先理他 所以就要封他 先贿赂他 所以历代以来 每一个皇帝几乎都封过他 我刚才讲水丸壁就糖嘛 然后到唐寿明清 唐寿明清 对 因为圆还有圆 对 只有清朝就是怕凡清父 所以玄天上帝的这个职位 这么大 到底他可以保佑我们人民 什么世界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是怎么跟玄天上帝结缘 对 其实我在二十四岁之前 我不知道怎么拜拜的 我也不相信这个神佛的东西 二十四岁之前 牺牺一座 所以那大家都 那时候我会有讲过很多次 我的第一个师父是祭公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玄天上帝结缘 是因为二十四岁 我就进了那个宫 在那边就是帮忙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打坐班 那我就常常去打坐 那打坐之后就会慢慢慢慢 就会就开始灵动 可是你知道灵动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摇头晃脑啊 或者是说这样腿会这样抖啊抖啊 到最后慢慢慢慢就越来越进步 有一天我就突然 那个我就站起身来 然后师兄师姐就拿椅子给我坐 我就坐在那边 那他们以为是说 我可能是要讲什么话或是什么 结果我就手就比起来了 比起来之后 然后我 那时候我自己也不懂嘛 就是随着我自己在那边动嘛 然后我一只手就这样比起来了 那这还没什么 我跟你讲 我的左脚跟就翘起来了 对 后来到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可是后 你这个动作 对 对 然后一龟就爬来了 过来蛇也来了 不是 因为左脚跟要翘起来 是因为我踩在龟壳上面啊 哦 有啊 一模一样 对 但这个是为什么我要到 我后面几年 我师父才跟我讲 因为刚开始 譬如说我们打坐完 我们会问师父说 为什么我会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我的师父就跟我讲说 你先不要拐那么多 你就是慢慢修行就对了 等到后面就是后期 然后我的功力 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我的师父就跟我讲 那是因为玄天上帝来训练你 因为我们那时候 宫是阴阳宫 常常办很多英试 对 那玄天上帝就下来 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 他会来教我一些功夫 会保护我 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这样结缘的 对 所以我也真的很感谢 所以其实讲到玄天上帝 刚潘也有提到说 其实那个 他到底 第一个斩妖除魔嘛 然后再来 其实他有一个很厉害的神迹 应该是在921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921是 大地震 7.3级的大地震嘛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 很多房屋都倒塌 又在凌晨大家熟睡当中 对 一点多的时候 所以其实在那个南投 他们那边有个寿天宫 其实那个算是 台湾最著名的一个 玄天上帝庙嘛 其实9217 它算是在正央的正中间 就非常接近正央 可是呢 重点那时候 就咬啊 巨晃啊 可是呢 很奇怪 这个整个庙喔 其实它有受损 就是说当然就是有点 有一点脱落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它有帮下来啊 改帮还有帮 改怎样都怎样 可是它周遭 所有包括民间啊 各方面 就是那附近的那个市集啊 完全都是毫法无伤 就是那一区毫法无伤 对 它替它顶了 对 它替它顶了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觉得 非常的感动啊 那所以它 而且大家有去讲说 我是不是要把你的那个庙啊 再弄一弄啊 重整 就重整啊 因为其实真的受损的 蛮严重的 可是呢 玄天上帝呢 后来就讲了 就指示了 他说不能 你们不要修 也不需要修 那大家说 为什么一个庙这样子 好像那个断圆禅壁也不好啊 他说不是 这个是我替大家 因为要承担 你们大家的那个罪恶 对吧 帮大家背那些业障就可以了 对啊 因为不然死上会很惨重啊 所以他说 你们真的不用去修那些东西 我OK的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那 怎么会这个样子 好神喔 对 很神 很贴心喔 非常贴心 好感动 对啊 我补充一下 对这个新闻 我们有去采访 他那个寿天宫 我本来讲的 一点都没有错 但是呢 这个寿天宫到底 还有什么样的神器呢 我们进一个广告 马上回来 还被咬 还被咬 对 还被咬 然后就七星剑拔下来 啵一声 然后旁边的人都有听到 啪一声 然后那条线 好像一条蛇一样 啪就断成两半 你跟马上断成两半 然后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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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很多信眾都是很尊敬的 玄天上帝 到底玄天上帝有什麼樣的神蹟呢 宋伯哥 我剛才講的那個壽天公 他就在南投那個松柏林那邊 那時候我們有去採訪 那他那個廟就是真的蠻慘的 他中間那個柱子整個都爆裂了 那等於說你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他一柱晴天 他撐起了這一片災難就對了 可是你從他周遭畫個同心圓 周遭真的都沒事 沒什麼事情 那剛剛我們不是有提到嗎 廟方人員有問說 那廟要不要重新整理一下 那不是說不要嗎 其實玄天上帝有災難一下 他沒有說不要 他就說要也可以 不要也沒關係 那結果 結果廟方人員就還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弄的時候 後來他就燒起來了 整個廟就燒起來了 那燒起來之後 因為這個廟裡頭是有三尊 一個是大上帝 一個是二上帝 一個是三上帝 那在燒起來的前一陣子 突然有一天 那個二上帝 就下指令給廟方人員講說 我跟這個老大 兩個要出去 去出巡一下 結果廟方人員當然就按照指示去出去 所以只剩老三正在廟裡 結果後來不是火燒嗎 所以廟方人員很虔誠 那個火燒得很大 因為整個廟都燒毀了 可是他們是不是要把神給救出來 所以是只要救老三就好了 後來廟方人員就解釋 就說你看 其實他們也知道廟會燒 所以老大跟老二就趕快自己跑出去了 你救的時候 你就不用老大老二老三都要救 你只要救老三 因為以廟方的虔誠度來講 如果你老大老二老三都救的話 絕對不會全身而退 因為一尊神就六十公斤 六十公斤 對啊 那種都扛不到 所以後來只救了老三出來 對啊 所以有三尊分靈 有分大玄帝跟二玄帝 三玄帝 那各自的個性到底是怎樣 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中伯哥所講的說 他第一段有講到說 全天上帝去ㄎ那個七星劍 其實不對的 他是去跟呂先祖借 借的時候 展完之後 展完蛇跟烏龜之後 他覺得很好用 他不想歸還給他 拗下來 不是 我跟老實講 當然不對 因為清朝就是要誹謗他 對 他們拗下來 全天上帝本來要告清朝 然後呂先祖有說 對 然後李先祖有說 沒關係 你不要還給我 可是那是子母劍 你一手一放開的話 他就會飛回來我的刀鞘裡面 所以這李先祖 他就只有帶了一個刀鞘 劍被ㄎ走了 被拗走了 被拗走 不是被他ㄎ走 講拗走比較好 戒了又不還 對 然後第二個我們補充一下說 他說有大帝 二帝 三帝 什麼區分我們交觀眾朋友 就是說以他的金剛子下去分 他如果這個金剛子 因為比較不好拗 他如果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靠近我們右手邊 就是大帝 老大 在這邊的話就是二帝 在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三帝 一 二 三 然後大帝就是這個 降妖扶摩 正宅平安 那這個二帝就是招財盡寶 風水地理 三帝就是身體健康 跟男女婚姻這樣子 那如果他來降價的過程 因為我是親父夫人的乞生 女孩子來 他都會有比較香 香氣 而且講話是嗲嗲的 講話比較嗲嗲的 有時候還會上妝 然後他走的步伐是走蓮花步 跟這個三奶夫人步 但是他來這個玄天上帝 完全又不一樣 整個變老回來的聲音 對 然後還會一直 就是先幫你清肚子 他會幫你肚子裡面的東西 全部清掉 就是吐出來嗎 對 一直吐 吐到只剩下膽子 吐到剩下膽子 而才可以開始辦事 你那個是起雞辦事 玄天上帝是辦什麼事 就因為我在我們新竹南亞街 有一幅就是說 永差戶的某的金箱店 他是開銀行的 永差戶的金箱店 非常的大 然後因為就是說 他這個金箱店開得非常大 可是他的門市部是在新竹 然後他的工廠是在彰化雲林 附近的山區 因為他有做一些鞭炮 那我們鞭炮不能再靠近這個市區 怕說萬一爆炸會炸死人 很危險 然後他剛好在農曆的七月半的時候 他想說老婆 我請一個人來幫你的忙 可是司機不要請 我自己一個人來做就好 他姓林 他說那沒關係 你就我幫你請歐巴桑 幫你顧這個店 他說好 OK 請了請了 他到了七月十五號 他很大的大月 金箱金箱都做不到 他想說現在有九點多 我拼回去再載個一車回來的話 明天還應急還應得來 應急這樣 他說好 那你就回去載 開車小心一點 他就開著開著 那有吃檳榔嘛 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到了彰化貨都已經疊好了 回來之後他說 回程的時候 他也好好的回到家裡 結果回到家裡 他剛下完而已 不知道下到第幾包 下完而已 就整個人口吐白沫 然後上去下瀉 然後就在他們那家裡 好像一條蛇蟲一樣 在那邊打滾轉來轉去 他老婆就說奇怪 你早上出去好好的 怎麼現在回來變成這個樣子 軟綿綿的還在那邊 蛇一樣落來又落去的 就很好像S型的這樣子 奇怪 莫名其妙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經過有人介紹 然後到我們宮裡去 然後剛好會有辦事 那他老婆一踏進去 我們三太子在旁邊看著說 你來了 你老婆是不是一家座的 你老婆是不是開銀行的 都知道 然後太子就跟他講說 你老婆是不是開銀行的 他說銀行沒有啊 有啦你就開我們的銀行 跟他開銀行 銀行的銀行 對… 他說你老婆是不是一家座在土地 都跟這樣吃也在地上 拉也在地上 他說對… 他說你等我一下 全天上帝 已經在後面 已經等你們很久了 這個事情我沒辦法處理 我小朋友 我沒辦法幫你處理 我請老婆 對… 很久了 他說我是先鋒部隊 我先回去請教 我先跟你說 對 我先跟你說 我先跟你說 我請我們大哥來幫你處理 然後他就退嫁 然後懸念浪地就來 一直親… 然後來的時候很兇 他就講一句話 他說你到那個地方 半夜已經回來 已經十一二點了 然後他在路上壓死一條蛇 然後那個蛇靈 你看他已經修煉百年的蛇子 然後跟著他回來 然後怨氣非常的兇 然後一直… 然後懸天上帝就說 那沒關係 我幫你跟他談 因為是你…也是你不對 就是你開車 載了很重的東西 把人家壓死掉 讓我跟他談 看他願不願意 然後就… 用一條繩子畫一畫 好像就放在地上 就好像一個那個蛇的形狀 有一個蛇的形狀 他好像會動 跟他講話 他好像頭會這樣子點 真的 然後他就不答應 他說你是先壓死我 我就不答應 死也不肯就對了 然後懸念浪地就這樣… 他說你也住 今天你… 懸念浪地生氣了 你今天你結束難逃 然後就七星劍拔起來 啪一聲 然後旁邊的人都有聽到 啪一聲 然後那條線 好像一條蛇一樣 啪就斷成兩半 然後那個… 對… 然後懸念浪地就說 好 你先生應該沒事 這兩條繩子你拿回去 把他用陰陽水泡一泡給他喝 他明天早上就可以起來 再送這個金銀子了 他就回去真的就是這樣子 又繼續喝一喝 陰陽水喝一喝 就地上就不爬 本來他幫他包紙尿布 然後後來都不用包 隔天起來就好了 好厲害喔 對… 那這麼神奇 有一次那個懸念浪地 也是上你的身份事情嗎 不是 他是來幫我 因為那天有一天 我有兩個事情是他很明顯的 他來幫我 像有一次 我在家裡發高燒 突然發高燒 大概都已經燒到40度41度 我已經人昏了 那我一個人住 那我又不大想告訴我媽媽 可是我已經沒有力氣打電話 告訴我的朋友 那時候我就隨便家裡找一些陳藥 我就先吃了 吃了之後我就睡著了 睡著之後我告訴你 我就夢到… 我夢到什麼 我夢到一條蛇 大概這麼粗的一條蛇 身體這麼粗 對 大概就是這麼粗 我跟你講就盤在我的身上 對 那為什麼 因為蛇是冷的 對啊 對 然後這樣盤在身上 你知道嗎 我現在還可以比那個蛇這樣子 它盤在我身上之後 它頭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還回頭看我一眼 對 然後… 很真實的感覺 對 真的很真實 你燒到40度的話 是全身發燙耶 然後它是冰冷的這樣子盤著你 對 你對看 就是在幫我降溫啊 幫你治病 你知道那個蛇就還… 真的這樣回頭 然後還兩隻眼睛亮晶晶的 還這樣看著我 我印象好深刻 結果我告訴你 真的很玄 我第二天起來燒就退了 就好了 對 我一個學生 文化大學 易經研究社的社長 那他等於文化大學畢業 快要畢業的時候 他就說他家很有錢 那爸爸要叫他接那個保利勇事業 他不想接 那有一天他就想說 我去做古董商好了 他就跑到大陸去 大陸去呢 就看到博物館裡面 有一尊全天上帝 神尊 神像 是神像 那都已經熏黑了 那個是在博物館裡面 那他去就跟那個館長講說 這個有沒有辦法弄出來 弄到香港去 我付你六十萬 那館長一聽六十萬 因為那時候 眼睛都亮了 然後把頭頭賣掉 對 他就在香港 就終於把那個神像就 那以前的那個神像是 只有一半 椅子是沒有拿出來 他只有把前面的 是那個神像是一半 也是同 看起來像銅 只有上半身這樣 對 上半身 然後椅子是用另外一個椅子 坐在椅子上 所以椅子是另外顆的 他就帶出來 帶出來呢 那第一天他回來很高興 就請我去看 那我就給他摸摸看 我說裡面是硫金 不是銅的 哇 他就很高興 就隔一天呢 那個古董商就來看 說六百四十萬 給你買 哇 為什麼 就是今天 因為那個是 材質比較好的 那個是真的唐草的古董 也就是說唐草裡面 那是在博物館裡面嘛 那他們行家一看就知道 而且是硫金 一燻黑了把它擦開 是硫金 他偷偷賣掉六十萬 現在要用六百多萬買回去 在隔 那個 那個古董商說 後天交貨 他呢 在要交貨的前一天晚上呢 他媽媽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林老師 他說我們兒子氣壞 我說什麼氣壞 我就過去十二點 晚上十二點 氣壞 不是氣壞 我說那氣壞不是氣壞 因為他沒看過 這個沒看過氣壞的樣子 後來就 我說氣壞 那我們就處理 我就問他 你怎麼回事 他說他是懸念上帝 我們那學生社長說 他是懸念上帝 他樣子也是這樣嗎 對 他說你把我請來 椅子也沒有 他說龜舌也沒來 因為他只把人搬來 對 對 他說你現在 如果 他說我不是要來賣的 我是要給你供奉的 因為你學風水地理 我要來指導你 因為剛才不是講惡王嗎 對 不過他說你沒來 也有幫他請來 他說你沒請來 我來供奉 還沒讓他坐 守護神也沒來 對 他就跟他講 他說你明天到 天母的哪一家金子店裡面 會有一條金蛇 請你去買那一隻 他就去買 買了一隻金蛇 他說接下來他說 接下來你要到越南 你要去越南 你才找得到一隻玉龜 就玉克的龜 天啊 他真的到越南 可是到越南 慘了越南 古龍街逛 也沒有玉龜 找不到這玉龜 到底林老師怎麼辦 好累 我們請個廣告休息一下 馬上 後來要跟你說 好可惜喔 林家裡只有他一個人 他覺得外面有人在走動 而且那個聲音就很像 我們都穿過長裙對不對 是不是會啪啪啪的聲音 他覺得不對啊 怎麼門外有那種 啪啪啪的聲音 請問信眾所尊崇的玄天上帝 到底有什麼傳奇故事呢 結果後來找不到那個 後來到越南 他想慘了 越南古龍 當都逛完了 也沒看到什麼玉龜 連個龜都沒看到 他就想回家啦 回家呢 就從香港要回到台灣 這個機場中間裡面 他就在那個機上 無聊就翻開 看到一個廣告 有玉龜 有賣玉龜的 翻那個木 對 他後來就買了這隻玉龜 本來已經沒有機會買到了 對 他是選神機給他看 那我在講這一尊的神機 這一尊呢 我是在 我是到大陸去 有一天在那個 上海的街上逛 那逛逛呢 本來要去買茶壺 結果奇怪怎麼會比一個 這個 這個 金剛奉陽指出來 那我想這個大陸是無神論 怎麼會有這種 神在這邊遊蕩 我就沿著那個走走走 看到一尊 這個玄天上帝 而且造型很特殊 就是劈頭散法 而且是打坐 沒有裁龜蛇 龜蛇是在前面 已經在 兩個在 等於在 陰陽 兩個在修煉 那也就是說 這是修煉型的 龜跟蛇怎麼 叫玄武 他這樣才叫玄武 分開就不是玄武了嘛 後來我就跟他講了價錢 講了價錢以後呢 我就問那個老闆 我說他有神 你知道嗎 那個老闆嚇一跳 他說 還有神 你們台灣人怎麼 意思說買就買了 你還跟我講這個 那後來我就因為這個 所以跟他價錢談定 談定回來 我們看到他後面寫的是桃園 桃園縣 就是在拉拉山 有一個宮叫天元宮 住的神像居然流落到大陸 然後呢 就是我們到大陸去的時候 他等於這個靈 希望我們把他請回家 所以你才把他引回來台灣 對 而且這個造型在台灣也很少人 真的 真的很驚 因為我知道玄天上帝 還有分黑臉 還有很特別的花臉 而且你看他的蛇跟龜 兩個是互看 也就是說這是太極 所以玄天上帝又有 叫太極的另外一個體 就是說從無極到太極 那這個上帝就是太極 那怎麼會又有分頭髮齊的 還有披頭上髮的 花臉 黑臉 其實我們大概來解說一下 其實玄天上帝在他還沒有開堂 剖腹之前把那些腸子 胃拿出來洗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屠夫 但是在他頓悟的時候 你也覺得是屠夫啊先生 你一定是反親父母 對 然後呢其實就很奇怪 當他在修煉的時候 在武當山修煉的時候 他的造型是這樣子的 我們來看一下 爆炸頭耶 對 他的整個 有炸頭髮耶 整個是炮 是整個 對 劈頭放 好像劈頭似一樣 對 那我們從側面來看的話 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 來 就是這樣子 好像我們流長頭髮 然後在騎摩托車 騎非常快的摩托車 然後過了之後 他整個頭髮是往後的 然後我們來看 這個是他還沒有風 沒有風光 沒有風光 還不是阿姨姬的時候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他已經風光 阿姨姬 戴關帽了 然後他整個頭髮 他就會整理過 就是類似像我們這樣子 縮的後面齊齊的 對 對就是這樣子 他已經整理過 就是這樣子已經有髮技 他這個是還沒有戴那個關帽的時候 還在修煉的 当初就是吕仙主去度化她 把她拿去武当山 让她修炼的时候 那时候所显现出来的 她头发相传已经长得很长 已经理过好几次的头发了 目前还会继续再长 还会继续再长 胡子长 头发也长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比如说松柏林 对不对 松柏林那个天宿 寿天宿以外 其实在吉吉那时候921的时候 也是一样玄天上帝庙 也是就是受到重创 可是它是一楼 你看到它那个 真的很惨 就是那种二楼变一楼 然后完全就是那种歪七扭八的 然后现在都还在那边 你去都看得到 可是那中间就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其实那时候神也都不见了 被土石都淹没了 就住持在那天当天地震发生 晚当天 他就我们的玄天上帝 就是跟他托梦 说我你在土 我你在土 然后因为它总共也是一二三 有大悬二悬跟三悬 三尊神 一一的都被他找到 都找出来而且毫发无伤 他就知道梦里面 他指示的方向 他真的就埋在那个地方 对然后很有意思的 就像那个刚刚老师讲的 他头发会长长对不对 他是胡子长长 长到三十公分那么长 然后现在信众去都看得到 所以其实有时候 其实就像那个老师他们讲的 你跟这个所谓的玄天上帝也好 任何神也好 你跟他打交道 有时候你讲的什么承诺你要造作 包括待会可以问玉婷 因为蛇帮他什么降温 帮你治病 你到这儿有没有一些回馈 其实我要讲一个艺人 这个艺人 其实一般 我刚私底下跟玉婷在聊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玄天上帝好像 是个比较低调的神 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说 我说因为 在北部我很少看到他的庙 真的很少 中南部 中南部多 我是唯一看到的 是一个在一个大老板家里 我看到了 待会儿在讲他的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艺人 这艺人为什么不讲他的名字 因为他不太喜欢人家去 讲他的这个东西 对 可是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对 他其实他除了拜别的神 他喜欢拜三太子什么以外 其实呢 后来有一次机缘 他就请了一村玄天上帝回家 然后那时候呢 其实是他运气比较不好 很多节目都被停掉了 然后停了蛮多 对 当然都 阿签你回来 你就要给他保护了 每天给你拜了 对 要劲地 因为那时候玄天上帝有跟他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每天可能呢 在这个回家之后 你要先简单的敬个身 然后呢 三杯茶 对 然后呢 你要念经 大概那个一个小时 就是他的功课 就是功课就对 结果呢 这个艺人就答应他说 好 没有问题 就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他都忘记了 他都忘了照做了 他可能太忙 或怎么样 因为事业开始发达 节目开始变多 对 就是很忙 他就忘记了 功课都没做 没做 然后就有一天 第四天的时候 他回到家 他想说 今天要好好来洗个澡 胡子刮一刮 然后泡泡澡 休息一下这样子 然后他说那天啊 他就刚好在刮胡子啊 在那边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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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继续这样 她就继续洗澡干嘛 又听到门外又有人在走动 然后这样 然后这次还有那个 就是那种吹气的声音这样 他就觉得不对 他就把门打开 然后冲出来看 结果一看他到处找找找 家里没有人啊 没有其他人啊 他就怎么想都想不到 因为这种身影会有概念 眼睛剧的话 用那种老身有没有 穿那种长袍 你又穿那个鞋子比较厚 他踢步的时候 你就是要先把那个裙摆 把它踢起来 所以会很重 就会这样 踢一下 然后他就讲 他就在那边坐着 他就想说 他到底是遇到鬼还什么 这时候他发现不对 他放了那个玄天上帝的位置 移动啊 对 已经移位 而且很明显的移位 而且你知道吗 我刚不是说有吹气吗 他的胡子啊 是这样往上扬的 扬一半 扬一半哦 然后那个杯子啊 完全都走位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讲不对 对 他已经好久 就是两三天忘了去进 去弄茶了 他生气了自己 他已经生气了 没有 他口渴啊 然后那个 他自己去盗啊 不是 他没有自己盗 他就 他忘了给他进茶了 然后那个气到那胡子都飞起来了 后来那次他真的吓坏了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 因为他赶快打电话 问那个老师说 我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他说怎么办 你赶快叫我来 跟他说对不起啊 因为很多人那个不顺遂的时候 就会去跟神明求 然后什么条件都讲好 问题是你真的 他帮你达成心愿以后什么都讲 而且那个衣服啊 没有还愿 还会这样 还有一脚是扬起来 那个脚啊 靴子上面 就整个是活的 这样已经动过了 接着文婉的这个故事 就是说你答应人家 或是你对他不敬 对不对 其实这个玄天上帝 我们也知道他左边才规 右边才是 是不是 那可是他自己的器官 对吧 那结果呢 钻满头也有一间 这个祭拜玄天上帝的庙 然后前一阵子就是吃春酒嘛 然后那个庙公啊 他们就吃春酒 然后做那个斑斗 然后吃完毕之后呢 大家已经准备要取宗人散的时候 那庙公突然就 就趴在地上 就突然趴下去 然后就开始趴 学乌龟爬 就开始学乌龟爬 所以已经吃完毕 然后他们讲说 哦 庙公春酒 哇 拿那个V8来拍 那个 庙里面也有监视器嘛 都有排 大家还在拍 可是不对啊 你爬个五分钟应该够了吧 他爬了三小时 鱼姓表演太长了 真的啊 他爬了三小时 那皮都破了吧 他爬了一个多小时 他在 他从五分钟六分钟 大家觉得够了吧 是鱼姓应该够了 因为那个是五体投地 这样脸都会被磨破 就是这样爬 这样爬 而且这个这个 牛公 不要再爬了 他根本不理 就一直爬 爬了三小时 那后来这件事情 就被记者知道 那就去把这些画面 掉出来看 那苗哥还觉得很丢脸 因为就是看他在那边 一直爬一直爬 那记者就问他说 那天怎么回事 他说我在爬的时候 是有意识的 我知道我自己在爬 无法控制 可是我就停不下来 没办法 就一直在绳桌附近旁 被控制住 那记者就问他说 那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 我们也很纳闷 后来 就去问那个板斗 说你今天做这十道菜 到底是什么 其中有一道菜 是憋汤 所以要处罚他 吃他的同类 全天上帝的面前 竟然喝了一碗憋汤 憋汤 真的 真的 我讲的是真的 这是新闻爆出来的 万一还有蛇汤 那不是完了吗 真的 都软了 这是基本禁忌 不能去犯 有些禁忌就是 你不可以拜龜蛇 就是二兽 就是绝对不可以拜 然后也不能吃 如果你的原神是那个 为什么不能拜龜蛇 二兽 你不能用这个肉去拜 因为他能做起事就可以 对啊 之前秦伟哥还讲说 有那种玄天上帝 然后他那边也会养乌龜 结果你去掘龜的时候 他还会跟你的龜冲顶 因为那个乌龜就会自己去咬那个龜 变成秀龜跟你开玩笑 我告诉你一个 我是听到一个案例是杀乌龜 你知道吗 他是 我要讲给你 桃园 他那天 我们去办事的时候 他是爸爸妈妈来求 问说他儿子嘻笑 他说他儿子说他是玄天上帝 我就是玄天上帝 然后家里还弄个神坛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玄天上帝呢 他是嘻笑了吗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可以了 然后他拿到那个黑令旗 那个剑在一拉起来的时候 我跟妳講 然后他就开始 就露出那种不害怕 然后就开始 就在那边开始抖 你穿黑喔 对 就开始抖 抖之后 我跟你讲 然后我那个师傅啊 我跟妳講黑令旗一挥 他就抖 你们所敬奉的这个玄天上帝 他到底执掌的业务是什么呢 还有要怎么供奉他 还有什么禁忌是不可以触犯的 没有 我刚刚讲的 今天刚刚那个故事 我们还没讲了 好 他就那个夫妻就来问说 怎么办 他小孩一定是 起响还是起打 而且我告诉你 他还去买了好多乌龟跟蛇 放在家里面 当然是关在笼子里面 杀掉 对 最糟糕的是他去把他杀掉 对 那不喂东西也就算了 他根本就是在冲敌他们 就是拿刀啊 拿针啊这样子 虐待 像他虐狗这样子吗 对 然后你知道死了之后 他妈妈就很害怕 就偷偷赶快把他丢掉 所以来问嘛 结果快我们去办事情的时候 我那个师傅啊 我另外一个师傅 然后他就去 他一看 他就叫旁边的师兄 然后那个 那个人 那个就是封掉的那个弟弟啊 他看到 就是看到师傅来 都不怕喔 对 都不怕喔 很傲慢这样子喔 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最大公 我最大 类似这个样子 生命怎么会这样吃飞回怀的啊 我们开始要办事的时候 然后我师傅就 叫两个师兄把他架住嘛 因为他都就是很高傲 然后就是这样跑来跑去 然后把他架住之后 把他坐在那边 他坐在那边还是很高 然后他这样东西看看 然后都不当一回事 对 结果然后师傅 就起架 学庭上去上了之后 然后就 他不是拿个黑令旗吗 办事的时候拿个黑令旗 然后等到他拿到那个黑令旗 那个剑 在已经拉起来的时候 我跟他 然后他就开始 就露出那种很害怕 然后就开始 就在那边开始抖 你穿的 对 就开始抖 抖之后我跟你讲 然后我那个师傅 我跟你讲 黑令旗一挥 他就当场就昏倒 真的好神 就当场昏倒 就有个重力这样 对 倒掉 还好就是旁边师兄 有这样抓住他嘛 快等了醒了之后 他就正常了 后来我们师傅跟我讲 结果他是被什么附身 你知道吗 你知道蛇有一个天敌 叫什么 那个动物是什么 有一个动物 可以吃它的 有尾巴的 对 那个是要礼 还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就是蛇有一个天敌 因为我们不晓得 那个是什么动物 那也是另外一种动物 就是这个 对 就是另外一种动物 就是变成精 就动物灵 对 动物精 然后就附在他身上 所以他要去冲底那个蛇 但是因为龟的话 他就一起冲底 因为他说他是玄天上帝 可是问题 他被附身那个精 是蛇的天敌 好像就是类似 是臭幼精 就是类似那个样子 所以他就这样子 自己冒充是玄天上帝 在那个宫心王府里面 动了四大仙 狐仙 幼就是其中的一仙 真的喔 对 那真的有人拜这些这样子 有啊 就公心王府啊 为什么要拜这个老师 他公王府里面一进门 他就拜了四大仙 其中有一个狐仙 幼仙 那还刺蝟 他也拜 那也就是说 蛇 好怪喔 刺蝟我真的倒地 蛇 还有一个是蛇 那这个修得不好的 就会附在人身上这样做 不是 他是保佑 他公心王府平安 也就是说你在外面 如果弄到一些羊毛鬼 干脆我把老大 黑道的老大放在我家 好懂了 万一你被小弟弄到 回家在门口进了 那小弟我来摆平这样子 对… 还有这样子 其实刚刚我们都讲到乌龟嘛 我们现在来讲一个乌龟的 在那个三年前 我们在我们苗栗后隆 因为苗栗后隆 那边有一个 它那个地名叫 它那个地名叫 那边有个姓王的王姓 在养那个鸡 他养了上万只的鸡 然后他刚开始 他是住在台北 因为生意做得不是说很好 然后也是欠了一屁股债 然后后来他也所剩不多 他说那我干脆我去养鸡 交给这个我们那个 电宅场 农宅场去宰这样子 他说好 我下去养了 那下去养了 那当初他到那个地的时候 那个地很像一个乌龟 那个样子 很像那个形状这样子 然后到那边之后 他就开始 请了地理师来看一看 他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地方的地灵 有一个火神龟 我们龟还有火神龟 它是火龟之类的 他说你这个地 不能去随便破坏它 然后他离我们后面那边 还刚好有一间 有一间玄天上帝的庙 在那个地方 他说那个玄天上帝的灵 有一只乌龟 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去把它挖掉 对不对 他说 不会像这个 就请那个怪土鸡一直挖 然后刚好把他这个头 那个乌龟的头 把它挖掉了 然后盖了二十几户的那个基社 然后他刚开始 开始养 开始盖 开始养 养了前三年都不错 可是到第四年就很奇怪 每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 就听到鸡声 因为鸡很鸡 它鸡零很低 一直有人走过去 他就叽叽叽叽叽叽 一直叫这样子 然后他说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半夜他就起来看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他就不以为意 到了第四天他觉得好奇怪 他就拿着铝棒 木棒拿着 应该有小偷 对 可能有小偷 他就去看 还是没看到什么 他就不理他 他说明天我把铁丝网弄高 就OK了嘛 狗啊 猫就不会进来 就那真的隔天都把每一户 二十几户请人家来 把铁丝网围高了 对 可是一样 还是一样 还是没有用 他就很生气 他就干脆在 就睡在鸡窑里面看 到底是会怎么鸡犬不灵 对 我干脆在鸡窑 鸡舍里面 这个王姓的养护 就说我就在鸡窑 守在这边等你 对 所以到了半夜快两点多的时候 他出现有一只 好像这样子的乌龟 真的出现了 真的出现 这样子走动 然后他头是有点尖尖翘翘的 然后跑进去 他的头 他没有爬进去 他的整个头伸进去 那个龟的头伸进去 那个铁丝网里面 然后去吃鸡 吃鸡 然后他当场吓到 看到就吓到 孔吐白沫 这样子 然后他老婆 他老婆半夜听到他整个 一大声嘛 就看到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透过朋友 半夜三进半夜 他开车载过去我们那边 然后太子也来就很奇怪 就跟他说 我跟你说 那个地方 之前有个地穴 那个叫火神穴 可是那个火神龟穴 你把它挖掉 他现在来找你们 那这个事情我没办法 可是我会开车 我开车 载我们玄天上帝去好了 他说我载我们去 因为玄天上帝他比较老 他老非要 要去何解就对 他说他不会开车 我会开车我载他去 就他真的 三太子眼睛蒙着 真的真的 就眼睛蒙起来 九龙太子会碰眼开车 眼睛蒙起来 然后就开着车 载着我们玄天上帝 他当初玄天上帝还没有金身 然后就载了他去 去到那边 那个玄天上帝就说 我先跟你们大家坐下来谈 因为他是蛮文 他说我们大家坐下来谈 你要多少的金银子 我们画给你 多少的牲畜给你吃 可是大家和谈就好了 可是乌龟就不听 然后还出手要咬鸡身 对 你在这边咬鸡 我就把你鸡都咬死 要咬鸡身 然后突然间 他好像有喷口水出来 然后我们整个站在旁边的人 就有感受到那种 好像有点湿湿的那种感觉 黏黏的吐 对 然后玄天当然就说 你真的是恶性不敢 孽触 又来 恶触 孽触不敢 保险拔起来 一砍下去 旁边站在旁边的人 只要你是穿白色衣服的人 就有喷得好像雪 雪滴是 马上就反应在你们身上 对 好像雪滴是这样子 然后晚了隔天 隔天 那个王姓富他说 那我不敢在这边养了 我所有的鸡 我全部都卖掉 撤掉 然后那个地 后来现在就捐给这个庙方 后面他后面盖了很多 就是人家去竞香 挂香要住的那个宿舍这样 所以真的不得了 真的会斩腰出 会当和事 所以我们听完很多 他的一些神迹 以他的由来 这个玄天上帝 我们知道 还有玄武神 真武神 北极大帝 还有上帝爷 帝爷公 所以当然了 他都管了四大天王 他是上帝爷 所以呢 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至尊 至尊神 那除魔政杀就更不用讲了 那治病 治病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有点数的 在宋朝的时候 北宋的时候 当时就是他们军人 就建了一个真武庙 就是玄天上帝的庙 就建了这个庙之后呢 有一天这个庙的附近 突然就 也没有人去挖井 也没有人去掘地 都没有 就自己就跑出泉水来 很好啊 泉水涌出啊 这神迹啊 是不是 就去喝 很多人喝了之后呢 发现很多病 就会渐渐的不要而愈 就好转 那海神的话 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在宋朝泉州 泉州是海港 对外 他们很多船 要出巡的时候 地方父母官 都会去真武庙去见 祭拜玄天上帝 那船神是因为 当时宋朝有人出船 出海到海外的时候呢 结果有一次 他们的船遇到暴风雨 船整个都要翻了 那因为他们船上面 有带着这个玄天上帝的神像 就竟然让他们逃过一几 再来讲到水神 水神的话 就是因为呢 在宋朝的时候啊 他们很多的一些政府的一些单位 我们现在讲行政院 内政部什么什么 他们那时候叫尖啊 橘啊 有没有 都有拜这个玄天上帝 有没有 都有拜这个玄天上帝 有一次呢 他们就公家单位火烧 火烧出了 有没有 结果后来呢 就有人就目击到说 地上有那个脚印 可是那个脚印很小 不是人的脚印 小小的脚印 像三寸经年那样小 对对对对 就后来才发现是他们供奉 就是去把那个脚印去跟他们供奉了真武大帝的鞋子去对照一下 一模一样 对对对 好像灰姑娘一样 所以呢 宋朝你们去查历史记载 宋朝啊 他们这些政府单位啊 都非常信奉玄天上帝 一定要拜他就对了 再来桥梁之神守护神啊 这个其实都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明朝的时候正成功正守在台湾嘛 那正成功有 有在这个各地方去盖这个所谓的玄天上帝庙 然后呢 希望他能够保护地方上的一些这个安全 所以呢 他才会有正守地方 地方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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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都可以嘛 因为他是上帝爷啊 对啊 什么都可以 对啊 其实没有 其实我知道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这么多 像我自己也是信徒啊 有时候也会拜拜啊 可是有时候到底拜要怎么拜 对 才不会去触犯一些经济 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我刚不是讲到一个大老板嘛 我第一次看到人这个办公室间住家 可以放那么多的神 可是后来就是包括妈祖啊 观世音菩萨什么 他都有 可是自从他从大陆 去拿了一尊所谓的玄天上帝 回来之后 一切风云变盛 然后 不是不是 他就说那尊神呢 其实是他去那边感觉 他们也挺有点核心不看的 真的